这是最嚣张的小混混 打劫军区司令 挑衅司令警卫员 甚至还指着军区司令的鼻子 让他滚出去 1981年 当陕西军区司令员孙宏道 到三元县考察工作时 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经历了无数枪林弹雨的他 竟然会被小混混们赌门教训 而在这件事发生后 孙宏道的雷霆手段 也让无数人情不自禁的 为这位老前辈的魄力点赞 那么孙宏道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欢迎百度搜索孙宏道 了解更多历史故事 在这点个三连精彩故事 马上开始 没有人知道 被小混混们威逼恐吓的孙宏道司令 当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可当三元县的警察赶到现场时 却被在场的一幕吓得五体筛糠 横切竖八的混混 吃香而立的警卫 从没见过这一幕的警察 也只能从警卫的支言聘中 还原出当时的情形 原来当时身为陕西军区司令的孙宏道 正带着两名警卫 在陕西省三元县进行调查 正当他们来到一家饭店 准备吃口便饭的时候 几位当地的地痞流氓 却突然闯进了孙司令所在的包房 不仅言之凿凿的声称 这间包房是他们的地方 还指着司令员的鼻子让他滚出去 孙司令据理力争 可地痞却是无理取闹 甚至言谈之间还有了动手的趋势 为了保护首长的安全 忍无可忍的警卫当即动手 将几位地痞流氓制服在地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 在当时的三元县并不少见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吹进的曝光式国外的先进技术 更有令人颓迷的谜谜之音 再加上逐步显示出来的各种矛盾 和孰不胜数的失业青年 这种负面的思想和那些 好意勿劳的地痞们一拍即合 很快就成为当时社会的 最不稳定的因素 事实上孙宏道司令的遭遇 在当时并不是件什么新鲜事 各种负面影响在全国范围内 甚嚣尘尘上 甚至于地痞流氓狂妄到 围追堵截伟人动工车架的地步 亲身经历加上调研结果 这让孙宏道司令对于当时的 社会风气忧心忡忡 这位曾经当过刘伯承 元帅几位员的司令 打过日本人 上过陕甘林 南征北战无数次的战将 当即下定决心 一定要为陕西的老百姓 铲除省内的这些毒瘤 在他的监守下 陕西省开始了 轰轰烈烈的反黑运动 短短几个月之内 陕西省内很多胡作非为的地痞流氓 都得到了应有的尝词 社会风气为之一清 孙宣令的雷霆手段 不仅是对陕西 甚至在全国范围内 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久之后 在邓公的亲子主持下 轰轰烈烈的严打运动正式开始 从功臣后代到平民之家 但凡是作奸犯科之徒 绝大多数都没有逃脱严打的制裁 甚至于就连朱德朱老总的亲孙子 也在违法犯罪后 没能逃过应有的制裁 如今距离那段特殊的年代 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可对于那个特殊的时代 不同人有着不同的看法 有人觉得 行乱国用重点 当时的风气不得不用霹雳手段 也有人觉得这样做有些过犹不及 可不管怎么说 严打后安定祥和的社会风气 却是每个人都渴望见到的 那么屏幕线的你 认为当年的严打该不该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分享 我们明天再见